订阅观伤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在这个 寂语他又讲 慈悲慧言 敏视我 右侧观世音菩萨 身白 左持 白莲花 左侧 大势至菩萨 身蓝 左持 金刚莲 右手 诗音 印象无 三大 主尊 如山王 威然 鸣谢 坦然住 这是讲接下来的观修次第 就是我们应该要相信 阿弥陀佛此时正以 具慈悲智慧的佛眼 在动视一切的有情众生 包括我们在内 阿弥陀佛他一直关照着我们 这是我们应该相信 如果我们对这一点 常常生起怀疑或者疑惑 觉得这个 本主人阿弥陀佛到底有没有 看着我呀 有没有给我加持 有没有知道我的苦难 有没有听到我对他的告白和奇情 常常生起这样的疑惑 其实这对自己不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生起这样的正知正念 阿弥陀佛此时 无时无刻以慈悲的佛眼 智慧的佛眼来动照 从西方极乐世界中 摇视着我们 对我们来讲是摇视了 对阿弥陀佛就是在他眼前 寥寥分明 阿弥陀佛看我们 就是非常的容易 如在眼前一般 如滤藏中所云 遥远所祝佛慧言及清净 何惧此致力 顶礼圣一王 这是什么 可以疗愈众生的祸疾 我们众生的这种疑惑颠倒 这种祸障 就像疾病一样 叶病的佛陀 顶礼圣一王 就是佛陀诸佛 他可以了治我们众生的祸疾 倘若我们身具信心 那么佛的观照是无有远近之别的 那就好像有的人说 上师你 以前我们没有疫情发生的时候 都在道场 在上师的座前 听讲 接受灌顶加持 那现在呢 这个有疫情 大家就是在网路上 透过电视啊 电脑 手机 这感觉上好像比较远了 那加持力啊 会不会就是有影响 那我跟大家说 以前呢 你在道场 在我的法座前面的时候啊 我也不是脸贴着脸给你加持的吧 是不是 我的鼻子都碰到你的鼻子 这样给你加持的吧 应该也没有吧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 也许十公尺 也许十五公尺 也许三十公尺 不一定 那怎么 三十公尺的时候 我们距离三十公尺的时候 有加持 那现在你距离我三百公尺 三千公尺 它就比较没加持了 你就看自己的信心了 你如果对这失去信心 生起种种的疑惑 或者烦恼 挂碍等等 那当然加持会减损 真正的加持 它会超越时空的 所以啊 我这里有讲到 如果我们身具信心 那佛的观照 也没有远近之别了 这是好像太阳挂在空中 但是阳光依然遍照大地 阿弥陀佛呢 它具足大悲心 无论众生是否齐寝 佛对有情众生的慈悲观照 都不曾停止 就是说 如果 它已经修正到 佛无上正等正觉的境界 还要 这个人是佛教徒 那我就放光照他 这个人对我齐寝 我就放光加持他 那这个人不是佛教徒 他也没有对我提醒 我就不放光照他 那他就不是佛了 你晓得吧 那他就没有这样真正的平等性 那他当然已经证得这样的 无上的平等 悲悯一切的友情 所谓的亲疏平等 那所以根本都不必去怀疑这些 乃至在 毁谤佛的 这些外道 邪众 或者是 战破佛法的这些 邪魔 那佛呢 一样 用慈悲的佛光 来加持着他们 所以这我们 必须要有这样的正知正见 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来齐寝 就是自己都没有信心 那就好像 这个佛他赐予加持的光明 就是 就像太阳在户外 但是我们把这个窗子关起来 就是我们自己跟佛的加持 隔绝起来的 这有没有可能 那当然有可能 所以 以这个跟大家 平常要结好缘 打开我们的心胸 一样的道理 常常讲打开心胸 什么叫打开心胸 你把你的心胸心门敞开 不要这样子让人家 这么样的 私我心这么重 防备心这么重 跟大家格格不入 不必这样子 真的要学佛修行的就是说 这个心如果是打开的 就是好像 我们安住在法界一样 心是没有任何的挂碍 在法界中的遨游 没有任何的阻隔的 我也可以去到你的心里 我也可以去到他的心里 也欢迎他来到我的心里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对某某人有成见 心就关起来了 我才不想去你心里 你也不要 别想到我的心里来 你看这个法界就被你设了 重重的阻隔 好像有很多的铁栏杆一样 我这个法界 我这个虚空 只欢迎某某人来 某某人你想都别想 那其实那样你的境界就变小了 你的心就不开阔 你就没有打开你的心胸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大家有空要去体会体会 所以这个心呢 有没有得到佛的无时无刻的加持 跟你有没有打开敞开你的心胸 有很大的关系 打开敞开心胸 就对佛要生起正确的信心来齐寝 那当然呢 听起来都说我愿意啊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胸 请请阿弥陀佛的佛光 无远佛界 毫无阻隔地照到我 问题 我们在信佛常常讲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生 你在做人做事都不皈依佛 既不信佛 也不信佛的法 也不信 这些持佛界的清净的行者 你自己个人的意念很重 那就是你自己把你这个心窗 又紧紧地关上了 所以你如果要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胸 要来齐寝 就是你要对佛生起信规的心 正确的信心 常常要抱持正知正见 如果能够这样 发起菩提心 以大悲心来修行 努力积之进藏 来净化我们自身的业力 清净自心相续 我们就能够清见阿弥陀佛了 我们这个业力盖章 发起菩提心 我们这个学佛的人不要太刚强 尤其 年轻的菩萨也有 年长老年的菩萨也有 甚至老年的菩萨有的时候还多一点 因为自己的意见已经渐渐地凝固起来了 都不能改变 就跟你讲学佛修行要发菩提心 要发大慈悲心 你在听的时候就笑一笑 听的时候点点头这样 你也不会发心 这对你是有害而无益 不管有没有真能发起大悲心 生起菩提心 你要练习发心 常常心要存慈悲 要常常无我利他 要想到我们要学诸佛大菩萨一样 为利众生愿成佛 生起这样的大菩提心 自己要去发心 如果自己不能自然而然 就是无照做的发心的话 你应该有依照发心次第来观修发心 我们常常念受的 这个皈依发心 诸佛正法圣生众 直至菩提永皈依 以我布施等功德 为利众生愿成佛 你就要想到以我布施等 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 等等等等这些功德 以我这些功德是什么 为了利益一切的 有情众生可以离苦得乐 获得正觉的佛国位 所以我现在才会做这些 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智慧 做这些善行 修这些善法 为什么我要成佛 我要成佛 我才能真正的来 救度一切的有情 你看我们现在 生在这个地球上 一个人的力量 它到底有多大呢 你说有的时候 它的力量也很大 但是他能做的事情 实在也是不多 相当相当的有限 你看现在疫情全球蔓延 虽然有的国家已经趋缓了 但是你看看你一个人 说你自己力量多大 多有办法 多有能力 你能做的事情 真的好有限啊 是不是 那所以你做的事情这么有限 有时候连自身都不能保得了 自己周围的至亲眷属都未必能保得平安健康了 充满了很多的无常变化 那你怎么样来带给一切众生利益安乐 就是你必须成佛 你必须成佛 你才有这样的 大雄 大威德力 大智慧 大功德 你才有这样的力量 还有德能 成佛才能广泛 周遍的 饶益 救拔一切的友情 如果你没有办法成佛 一直来做一个一般的众生 那有的时候还要麻烦佛菩萨来救我们 你看我们一天早上从早到晚 乃至于在梦中 我们都要打搅佛菩萨 救命啊 有鬼在追我呀 我什么事情不顺利啊 希望明天这个佛菩萨能加持让他顺利 我们一天到晚多少事情要求佛菩萨 你跟自己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有限 所以我们要练习发心 要去实践发心 以大悲心来修行 发起菩提心 努力的来积资进账 年岁月长的人 你积资进账啊 就越不能蹉跎延迟 就不断的要来积资进账 这积资进账 讲久了大家就以为是一般修行 你看像那个 这个宗科巴大师这样的大学者 大修行人 在当时啊 你看他就是僧团的领袖 教团的领袖 那时候他还不能亲自跟文殊实力菩萨 请示事情的时候 透过了一个人 他跟文殊菩萨 请示 他为什么都 到现在都还不能成就呢 在僧团的这个地位啊 还有这个累事 积累显现在今生的这种种种的真相啊 都已经相当好了 相当的具足了 那我就差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还不能成就 还不能证得本性 最重要也是最关键 你来到这个世间说 如果你要说自己多富有 多有名望 多有权利地位 寿命多长 对众生多有贡献 但是只要一个事情你没有 你就是遗憾 就是你没有证得本性 你没有解脱成就 你其他那些都没有多大意义 如果你来这个世界 你是一个乞丐 你是经历了千辛万苦 你有很多的不具足 但是你证得本性 获至成就 那么你一切都值得了 你所设的一切的违缘逆境 都值得了 所以能够得到成就 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白死千生 很多人他就是为了来 证得本性获至成就 你看中科巴大师 他没有得到成就 听说有人能够请医文殊菩萨 他找到那个人 文殊菩萨给他开示 就是叫他 叫他要修三件事情 才能获至成就 第一个就是上师如诸佛无二的齐情 第二个就是要去读诵这个 般若空性的经典典籍 第三个就是要积之进杖 所以中科巴大师 他最后是在积之进杖 他在献曼达的时候 是用他的掌根在搓这个曼达盘 搓搓搓搓搓 底骨这里都跑出来 露出来了 骨头都露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时候 当下证得本性的 也就是说中科巴大师 他能够在僧团出家这么多年 修持这些经论 行种种的功德式 他的积之进杖 还以成就证得本性而言 还有不足 还受到文殊菩萨这样的指示呢 是不是 那你看我们离中科巴大师的境界多远 我们却没有努力积之进杖 那岂不是说来也是好笑吗 这就是众生跟圣者之间的这种颠倒 差得太远了 所以 如果你没有积之进杖 没有净化自己自身的业力 障碍 障碍 清净自身的相续 你的相续它不会清净 你如果有积之进杖 你的相续它会越来越清净光明 而且能够显现种种的智慧 得能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 主持人家さん有台房 我一定会说 这个人的社会 这都欢迎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